歡迎收看我不柯 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水柔V5R我要活下去 如果還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這場要玩我們的護送任務擺木打 這模式的部分我覺得還蠻好玩啦 總之來講就是守車子跟推車子 所以還是需要一些團隊合作 才能夠戰勝你的敵人 好來吧 我覺得可以選這個 我們這場玩MP40吧 衝啊 這個很有趣的是 開場的時候 防守方可以先衝啊 非常的奇妙 現在覺得應該是官方故意的 可以讓我們早點到推車點 我們這場先來偷雞摸狗一下 會玩喔 他直接架凝膠在那個 他們這個門 隊友已經來了 樓下樓下樓下 加起來加起來 加起來加起來 被把大鐮刀 天天不玩鐮刀 我們今天玩 雙鋒槍的練一下 MV是有一段時間沒有拿 現在都玩MP5 跟UMP比較多 欸?他怎麼沒有推車啊? 人捏?嗨 他就拿狙擊 哇賽!後面 等一下等一下他向無敵 隊友 直接抬掉 哇這個很好練槍的模式 快跑快跑快跑 欸奇怪他們四個人啊 怎麼感覺人那麼少 四個沒錯啊 怎麼時候看到 看到兩個人的感覺 欸?另外兩個躲起來是不是? 哇賽真的是很好練 練槍的模式啊 隊友到哪去啊? 躲起來了喔 欸為什麼只有一個人 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羅伯頓 他會看到我們 欸?奇怪 哇!拿手衝欸 他們沒有要推車欸 他隊友是躲起來啊 我剛剛看有四個人沒錯啊 奇怪 他隊友到哪去啊? 超奇怪的 是把他當團隊圖鞋在玩是不是 看到人了 欸?還沒死 MP40就是 只戰太少 射速快 只戰少 然後距離不夠近的話 打到的傷害不夠高 所以我現在都是玩MP5的原因 就在這裡 奇怪 敵人好少喔 可是我剛好看有四個人啊 很奇怪 靠人了 欸? 欸? 887 接收 小心一點啊 欸真的只有兩個欸 連長賽 直接在他們家 超壞的 這樣玩真的很壞 他們您這邊又出不去啊 他們只剩兩個人啊 知道是怎麼樣 為什麼只有兩個 很奇怪 要不要用跳game吧 玩到跳game是不是 很奇怪 人數太少啊 對啊 四個人沒錯啊 不懂欸 如果說今天是當掉應該會只有顯示 剩是兩隻吧 欸?有兩個是KD0欸 上面有兩個人 退出是不是 開場退出嗎 不然怎麼會KD完全0啊 連死都沒有欸 是直接看到 看到遊戲ID就退了是不是 看到是拿鐵就走了 對方是拿鐵不玩了 趕快我們先出去 開玩笑了 不知道是自己跳game還是說 遊戲bug 兩個 這樣對這兩個人很可憐 有靠了有靠了 抓他 哇賽 後面後面後面痛啊 嗨 可惡 找找 這樣子 其實 其實對這兩個人 來講非常不公平啊 兩個敵人不公平 好吧 我們只能快速快決 不要他們 痛苦太久 畢竟我們四個打兩個 這個怎麼樣講都 以人數來講都 他們都是劣勢啊 其實玩這種模式 我是建議大家真的要 盡量不要 不要跳game 或者是 如果是遊戲壞掉就算了 因為這樣不太好 就這樣團隊突襲一下 有下有時候就兩二打四 過於過一打四的 很嗨 如果是對方都會玩就很難贏 他拿噴火器 你認真 哇賽他換槍 我剛想到他噴火器我就 我就放輕鬆 沒想到他竟然換了一個狙擊啊 這快速快決了啊 我連一次都要沒有死掉 完全沒死 應該要贏了應該要贏了 車子會過就贏了啊 我們不要折磨人家太久 這個主要就是 對面玩家 有問題啊 怎麼可以留下兩個人呢 超可憐的 孤孤單單的守這個車車 沒有遊戲體驗 總之呢 非常奇妙 我不知道為什麼對方一開場就 可能一開場就跳game了 我猜 不管不會KD完全是0 還是說顯示錯誤我也不知道 總之來講他們人不知道去哪裡 好啦 總之 死一殺 七殺五殺兩殺 其實對我都有殺人啊 對面 有沒有 有兩個是 有兩個是沒有那個欸 沒有戰機的 欸有欸 有死亡欸 欸有死亡欸 所以是死了一次以後就不玩了 這什麼概念 這什麼概念 我很少遇到就是 玩家數第一 欸 第一死亡一次 所以他們是跳game還是說 直接被打過 死掉一次就不玩了 就直接跳一出了 看到對面是 拿鐵軍啊 就不玩了 但是開玩笑啦 只是說 遊戲有時候 我是覺得大家真的是要 保持一個 就像輸了 就輸了 可是最好把它玩到最後 因為你退出幹嘛的 其實對 其他玩家來講都是不利的 因為剩下的玩家會很孤單啊 所以希望大家呢 未來不管是什麼模式啊 任何遊戲都一樣啊 就是 有始有終把它玩完 然後今天呢 這場呢 就是一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模式 這個模式竟然 臨死欸 一次都沒有死欸 之前好像有玩過 其他模式有臨死啊 就是那個 死鬥模式吧 就有一次有玩過死鬥模式 一次都沒死就贏了 可是對方是四肢滿的 總之來講 有可能敵人開一場就自居了 好啦 那今天遊戲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影片可以幫你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我會繼續介紹 FINFIRE攻略情報 也記得訂閱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哪一頻道 之後推去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那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見